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上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下如何从网络获取数据 并且把拿回来的JSON数据处理好后显示在table wheel上 这节课我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网易新闻首页 就是最顶端的那个scroll wheel 就是一个可以无线滚动的图片栏的实现 然后呢,在我们开始这节课的正题之前 先给大家进行一个上节课的补移 在上节课后呢 我把当时的代码进行了一下修改 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拿回来的数据 这个地方我已经把代码做了一定的修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第一行的这个 if let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复制 然后在复制后面直接跟一个大括号 这个东西呢叫做optional bonding 是swift语言的一种特性 通过这种特性呢 我们可以安全的使用我们的这个optional的数据 之前呢我们那种写法其实是不安全的 一旦我们的网络请求失败 或者我们拿回来的数据为空的话就一定会崩溃 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原来的代码 然后再带大家一步一步写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在过程中给大家进行一定的讲解 然后我会这一部分会快一些 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代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这样可以快一些 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代码恢复过去 OK现在我们的代码已经回复成我们之前的样子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直接这样写的 这样一旦我们的网络请求失败 或者我们的数据为空的话 那迎接大家的就是崩崩溃 第一步我们先对我们的 我们这个response里面的resout这个美举值进行一下判断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首先我们要认为它是成功的情况下 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失败的情况 这两种情况 这是一个网络请求成功 一个网络请求失败 然后呢成功了以后 我们去处理这一部分的数据 然后呢如果失败了的话 我们就直接打印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做一些别的其他处理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来说network 然后直接打印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步 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的代码修改成安全的代码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拿回来这个value有没有数据 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次判断 我们要用到刚才我们说到的optional bonding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这样 如果我们拿回来的数据是有数据的 并成功给这个dictionary复制了的话 那我们这个括号里面的代码才会被执行 然后这样第二步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复制 这个复制也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步处理 然后和刚才是一样的 是说我们的这个temp array 如果被正确的复制了的话 那我们下面的这些代码才会被执行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这样的话 不管是网络请求失败也好 或者说网络请求成功了 我们拿回来的数据是为空也好 这样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程序不再崩溃 然后进行一个完整的数据处理 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回去试一下这个optional bonding的用法 然后再熟悉一下 OK这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下上节课的补移 这回我们呢继续进行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实现一个 我们来实现一个可以无限滚动的scroll wheel OK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代码恢复到我之前的修改上面去 OK这样我们的代码已经变回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下面的一些代码也进行了一些修改 然后都是使用这个optional bonding来进行的 然后让我们的代码可以更加的安全 然后尽量的减少它崩溃的几率 我这个代码以后我也会上传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github上面去观看 然后呢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先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这个文件是继承自uiwheel的 然后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 scroll image wheel 就是一个可以滚动的image wheel 然后选成swift OK我们建好了这个文件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节课处理的时候 我们拿回来的那个数据 第一个数组里面的第一个元素是被我们弃掉的 今天我们就用被弃掉那个元素来进行一些数据显示 那个就是上面我们那个广告栏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图片 然后还有一些title的数据 今天我们使用这个数据了 所以呢我们首先先是 我们这个image wheel是需要一个数据源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数据源就是image的url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声明一个变量 然后呢这个变量我们比如说起个名字叫做imageurlarray 然后呢我们可以先给它 它是一个array类型的optional变量 我们就用它来做数据员 然后既然要滚动 我们就还需要一个scroll wheel 然后我们再声明一个scroll wheel 我们来再初始化一个us scroll wheel ok这样我们理论上讲我们需要的两个东西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initwithframe方法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把这个scroll wheel的frame修改一下 它和我们当前的这个will应该是一样大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00 然后呢它的大小是我们的frame sizeheight 然后frame sizewise 设置好它的大小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scroll wheel添加到我们的will上去 好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在这儿写上我们的overweight关键字 然后呢在我们a的subwheel之前呢我们还需要调用一下super的.initwithframe ok 然后再把initwithcoder补全 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scroll wheel先加到了我们的wheel上去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是用来生成我们这个scroll wheel里边的image wheel的 所以呢我们叫做createimage wheels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写我们这个方法里面的实现 首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方法是在每次我们的imageurarray变更的时候我们都会调用这个方法 所以每次调用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把我们这个wheel上的所有subwheel都移除掉 然后移除的代码呢我们这样写 我们的subwheel in self.subwheels 然后subwheel remove from superwheel ok这样我们就首先先把我们这个wheel上的所有superwheel全部都移除掉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创建我们需要的imagewheel 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我们这个array就是我们这个imagearray里面的一个数量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for循环 我们的for循环是从00开始然后要小于我们的con所以是一个开区间 ok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就要生成我们每个里面的imagewheel了 oh这个我们的代码高粱又崩溃了 现在真的是很蛋疼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imagewheel加到我们的这个scrollwheel上面 首先我们要先设置一下它的frame 它的frame呢我们需要根据 首先它的横坐标我们需要去计算 这个呢我们因为现在已经有i了 然后我们的i乘以我们的i乘以我们的self.frame 然后.size 啊这个真的是要崩溃了 然后呢我们的外坐标直接就是零好了它的宽度和我们 ok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我们的这个imagewheel的frame 然后呢最后一步我们再把 啊真的是要疯了 然后把我们的imagewheel添加到 ok好了这样我们就写好了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还可以一会再给它直接在这个地方再负一下值 啊由于代码高粱和自动补权老是崩溃 然后刚才我去稍微研究了一下 其实是原因还是因为出在这个 我们在for in的时候 如果这个count这个值不确定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现在插课多的bug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还是使用我们刚才的这个optional bonding 然后来做这一块的处理 现在这个东西还算是ok 大家先将就着看吧 不定一会儿可能这自动补权就又崩溃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用我们这个array里面的数据来对我们的这个进行数实化 然后我们还是从这个array里面可以拿到我们的url 然后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从我们的这个index里面拿出来 然后我们还是使用这个optional bonding 也就是如果我们拿到了url的话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对imagewill 我们哦对还有一件事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引入我们的kingfisher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方法了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方法了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这个 nsurl 然后init with string string就是我们的这个url 然后我们认为它是非空的 ok 现在这个方法我们就算基本完成了 然后之后当这个imageurl array有变更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来创建一些新的imagewill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其他的处理 然后这个就可以使用了 首先我们先设置一下我们scrollwill 它有一个叫content size的东西 我想大家如果对uikit有一定了解 那一定知道这个content size是什么意思 它是来确定我们这个scrollwill的滚动范 它设置的多大我们这个scrollwill就有多大的 就有多大的范围可以滚动 然后呢它的宽度 哦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设置 我们应该在这个我们这个 在这块 我们首先要有这个count 因为我们需要根据我们这个imagearray的长度 来去计算 我们这个还是得和刚才那个地方一样 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进行一次类型转换 因为swift是一个强类型的语言 所以不能进行任何的隐式的类型转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这样做 然后呢我们这个scrollwill的宽度 就是我们这个array的长度 然后乘以我们当前这个will的宽度 然后高度呢这个就是我们当前scrollwill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我们这个scrollwill的滚动距离 呃我再思考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设置的 应该是没有了 呃对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在这个imageurl进行变更的时候 然后来刷新我们这个页面 然后呢我们要使用swift的另一个特性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oc下的kvo 也就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它会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property 也就是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属性变化的时候 然后来进行一个数据刷新 使用方法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写一个detasite方法 然后呢在这个方法中直接运行我们的createimages 然后就ok了 呃然后最后还有一点 我们给scrollwill设置一个属性 叫pageimble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以一个 它可以以这个一页一页的这样的形式滚动 然后就ok了这一块 呃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个wheelcontroller里面的那些代码 我已经帮大家写好了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scrollwill的初始化 还有一些显示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运行一下模拟器 来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数据是我们从网上拿回来的数据 然后上面已经有一个可以滚动的scrollwill了 但是这个scrollwill现在还没有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呢我们得是让它可以无限滚动 也就是滚到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它滚动到最后一张 这一部分的代码呢我会在下节课给大家讲解 因为这节课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然后呢下节课我还会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我们这controller里面如何去初始化 我们的这个scrollwill并如何进行复制 呃然后下一节课应该还会给大家讲一下定时器 然后我们可以让这个页面自动滚动起来 ok好了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已经将近20分钟了 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我是Winsky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